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周一的时候以下次战争的首产战役为题 公布了一份针对台海战争兵棋推演的报告 该报告针对中国侵台的成功机会代价等 进行了24个版本的推演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检视此份报告 得出中国如果侵犯台湾不会成功 但是各方将军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份报告显示台海战争如果在2026年爆发 将使中国的现代海军狼藉一片 而险胜的美军也将陷入被严重削弱的状态 重创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多年 报告预估中国海军在三周之内将化为乌有 两栖部队的核心战力也将瓦解 解放军将有约1万人阵亡 损失155架军机 以及138艘舰艇 还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将被俘虏 美国日本如果遵循对台湾出手相救的承诺 也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们将损失数十艘战舰 数百架飞机以及数千名军人 这样的损失将让美国全球地位受损多年 这份报告24个版本的推演当中 多数情况下都显示 险胜的美军将损失至少两艘航空母舰 10到20艘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且在三周作战当中将阵亡3200人 相当于美军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 作战数十年的一半人数 日本将损失超过100架战斗飞机 26艘作战舰艇 美国在日本领土的所有基地 也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台湾的战况也将非常的惨烈 报告指出台湾的军队虽然不会屈服 却也会遭到严重的打击 届时只能奋力守护一座无水无电 失去基本民生运转经济重创的岛屿 并且预估台湾军队作战大约三周之后 伤亡约为3500人 全部26艘驱逐舰 巡防舰将全部会被击灭 这份报告的领导研究员之一说 一旦开战 外援就不可能送达任何部队 或者是供应给台湾 这与美国及其盟邦仍然能够源源不断的 把装备送进乌克兰的情况将会截然不同 无论台湾打什么样的战争 所有的准备都得在战前准备到位 这份报告还建议美国应立即强化 其在日本关岛的基地 以抵挡中国的飞弹攻击 海军应该具备更小更不易击中的灵活船舰 并优先建造潜艇 在空军方面 比起专注生产高端战斗机 应该提升轰炸机队的攻击续航力 并且改为生产更加廉价的战斗机 至于台湾也建议采取类似的战略 以更简单的武器来自保 而非使用在中国第一波攻击下 就不太可能幸存的昂贵战舰 日本共同社在1月10号报道说 多位日本和美国的政府官员透露 美国政府决定在2025年的财政年之前 重组驻冲绳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建立海军沿岸战斗部队 以能够迅速应对日本离岛等紧急情况 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不断强化海洋扩张的 中国的威慑能力和应对力 并将于1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 美国安保协议委员会的会议上 正式启动该部队的建立 2000年以来 阿富汗战争等反恐战争致烈 美国海军战队增加了坦克 大炮等重武器部队 为大规模地面战争做准备 然而近年来 中国加强了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 促使美国政府紧急建立一个 能够应对岛屿战斗的系统 海军沿岸战斗部队 这支特遣部队将成为这一系统的核心 这支部队将配备远程反舰导弹 并具备防空能力 日本西南群岛和台湾及周围整个地区 都在中国军方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 一旦开战 中国很可能在空中和海上取得优势 因此关键在于最前线部队在补充兵力到达之前 如何阻止敌人的入侵 而海军沿岸战斗部队则会处于核心地位 海军陆战队计划总共建立三支海军沿岸战斗部队 其中第一个去年3月已经在夏威夷成立 预计美国和日本将会在最近宣布 将其他两个战斗部队的一支安置在日本冲绳 日方也表示会支持 另一支很可能部署在美国的关岛 虽然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可能会在台湾防卫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如果中国进攻台湾 日本将是一个关键的存在 如果美国不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 那么美军的尖击机和攻击机不可能有效的参加战斗 这份报告强调说 该中心无意以这份报告暗示台海战争可能发生 或者是不可避免 但是他们强调外界类似的兵推非常少 即使有也只做了一两个版本 无法让一般大众和决策者看见台海冲突的发展走向 因此这份研究非常有必要 这份报告还指出为了避免上述惨烈的情况发生 比起正式的武装冲突 中国领导人更可能对台湾采取外交孤立 或者是经济胁迫 中国自去年8月 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台后便不断进行军演 派出战斗机跨越台海中线 根据CNN的报道说 美国华府非党派组织 政府监督计划的资深防卫政策研究员认为说 中国完全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名官员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将立即破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是中国经济面临迅速崩溃的风险 因此他预计中国会尽一切的可能避免与任何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若要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比起军事力量 中国更可能从工业和经济方面着手 强调的颜值